明明在赶场视讯会议的路上听到提问 还顺利吗 赖清德探出头来给了个肯定句 抵达美国洛杉矶第一时间 一个小时一场超密集视讯会议 因应一起的关系 有这次的这个洛杉矶的巧验 是像这样子采取这个线上视讯会议来进行 而副总统赖清德 这已经是他第一个24小时内的 第七个行政了 七个行程视讯了十七位跨党派议员 单单中午十二点这一场 最高十位议员同时在线 跟赖清德直接同框 视讯会议里除了友台老朋友 台义中议员刘云平华裔赵美馨 还有去年才高调访问台湾的退伍军人协会主席高野 画面中没出现的大咖是联邦参议院 亚太小组主席马基 他才刚刚提出台湾关系法二点零的台湾确保法案 特别着重在两岸不能误判情势 视讯会议十七位美国跨党派参中议员异口同声 关心两岸当前情势 在台北法案通过后 赖清德成为第一位踏上美国本土的副总统 NIT主席莫健 驻美代表肖美琴 每一场会议都在赖清德身边 随时补充意见 美国中视程度不因虚拟实体 有所差异 三天新闻林凯军 陈嘉文在美国洛杉矶产报导